自不真 每日灵修 经文 你要登上高山 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节 我们灵性的历程有如登山 越往高处 我们所看的景观越加广 若你停留在谷底 你所看到的 只不过是潺潺溪流而已 但你攀上山腰 就见到溪流在你脚底 蜿蜒而流 再往上爬些 你就看到整个村庄 静默在你眼前 若到了山顶 视野就越广阔 颇有君临天下之感 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 当我们初信主时 我们只认识主一点点 认识越多 就越发现他的美 但谁曾到达山顶 神能完全领悟上帝尝阔高深的爱 保罗年纪老迈 白发苍苍时 他坐在冷得令人发抖的罗马牢房 肯定地宣告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每一个经历都像在爬一座山 每一次考验都像在超越一个山峰 而每一次的向主降服 都像登上峰顶 在那儿 我们可以见到上帝的信实与大爱 朋友们 起来吧 继续向着山顶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